有这么一年的秋冬季节 北宋的大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 不知道是因为自己在吃着鲁鱼 还是行经看见渔民在捕鱼 有感而发 他写下了一首诗 叫做《江上渔者》 这首诗说 江上往来人 但爱鲁鱼美 江上往来人 指的是一般饮酒作乐的游客 游客们想的并不多 心里面只在挂记着 鲁鱼这个季节正肥美 不知道有多好吃呢 对游乐的人来说 他的菜肴里必然少不了一味鲁鱼 但是均看一夜粥出入风波里 这样的季节在河里打鱼都非常辛苦 更何况鲁鱼是生长在江河交界之处 渔夫们必须划向更远的靠海的地方 他们所划的船小小的就像一夜偏舟 但是秋冬季节风浪都大了 这小小的船摇摇晃晃出没在风浪里 这种冒着危险的艰苦生活 跟只知道舒舒服服的吃美食的 坐享其成的我们 是一种多么鲜明的对比呀 判仲淹不只是文学家 他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军事家 政治家 对于基层社会民众的生活 他是非常非常关注的 当然也很心疼他们的艰苦 这首诗非常简单 二十个字 但是从江上往来和出入风波 这两箱对比的画面 我们就可以强烈感受到 他们生活的环境有多么的不同 当然更希望的是引发一般人 对于贫苦大众生活的关注 这首小诗包含着深刻的社会观察 不愧是一篇严禁而直远 慈浅而异深的作品